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ead by Daylight 好 那这个新闻的重点是 他们宣布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是gay 那这么做让玩家们有什么感受呢 所以这是这边报道的重点 So Dead by Daylight made one of its most popular characters gay 所以made the character gay and opinion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所以各种不同的意见到处都是 all over the place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behavior interactive的公司 公司叫做behavior interactive 行为互动 很有趣的一个公司名称 他们说 it has been determined to change the lack of representation in its game 我们看到这个representation 或者the lack of representation 就是缺少了代表 什么的代表 这种多元性别的代表 所以这种representation 就常用在这种性别议题里面 好 我们多讲一点生活中遇上的英文 就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饶舌歌手 或者是甚至是喜剧演员 他们会说 我是哪里来的 我是陆港来的 我是访聊来的 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把刚两句讲成英文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 Oh yeah Hi I'm Paul 然后 访聊represent OK 或者是龟山represent 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用 就是会用一种 这种呼喊的口号来这样子说 OK 这样你可以想象以前的那个NWA 就是一个饶舌团体 或者是这样的嘻哈团体 因为他们来自康普顿 康普顿represent 就会有这样子的 呼口号的方式来去说 老子是哪来的 的这种概念 所以就什么什么什么represent 就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representation 同样 We're still on this topic of 什么什么东西的一种代表性 有时候我们说 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想要追求多元 那如果今天没有多元的时候 我们就会硬弄出一些 我们想要代表的那些人 然后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See 我们有多元 好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 全部是白人的消防队好了 然后政府现在说 不行 我们有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词顺便学一下 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平权运动的一个policy 就是说 你的公司里面的人口组成 或者公司的人员组成 必须要程度上反映 反映出我们要矫正过去 被欺压的那些肤色 那些种族 我们要让它能够反映在 我们的这个人数里 所以你不能全部是白人 你就要把你这个 全部白人的staff 想办法调整成 有几个黑人 有几个亚洲人 或者这些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强迫组织们去 去反 一方面是反映 社会上的那个人口比例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 为了向这些人赔罪吧 大家可以这样子想 好 所以这个是 affirmative action的精神 但anyway 如果今天我说了 一个全部白人的消防队 然后他们总之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来赶快搞个黑人进来吧 所以终于出现了一个黑人 我们就会说 那个黑人是所谓的 象征性的黑人 来让大家看说 See我们有黑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在那个黑人前面 加一个字叫做token 等一下其实有这个字 我只是先把它讲掉 token 所以我们就会说 Oh That's your token black guy 它是你的象征性黑的 那像token这个字 我也很常看到 来台湾的外国朋友 用这个词灌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有听过一个外国人跟我说 我有时候会被一些贵妇 我其实听了这个故事 我不爽你知道吗 心里不是很开心的 这是 但对来说 他就是沾沾自喜的一件事 他就说 他认识一些女生朋友 那这些贵妇朋友呢 就是喜欢炫 在他的社交圈中 炫说我有白人的朋友 而且是个帅哥男生 所以他就会被这些贵妇朋友 带去一些party 然后他就会发现 他是整个会场里 唯一的一个白人 然后这个贵妇就沾沾自喜的 拉着他走来走去 勾着他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他很爽 他就觉得 他就是那个环境中的 Token White Guy OK Again 我没有爽这件事情 我只是陈述给你听 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文化 我希望我所认识的人里面 没有这种人 That's it 我对这件事情是不爽的 Anyway 讲完了 好 所以这个Token的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是性别也是一样 如果说今天你发现 你们这个公司的董事会 董事会里面的席位 全部是男人 甚至全部都是老男人 然后都涂透过这些的 然后可能就有人说 你们这董事会 怎么可以这样 全部是男生 好好好 我们来改 拔着一个女生上来 That's your token girl That's your token female 好 我举个例子再来够了 所以Token可以有这样子的概念 它绝对不是只有游戏的代币 或之类的意思而已 它有象征性的什么什么角色 这样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就会看到 这个Gate角 它就是这个游戏里的 Token gay guy OK 如果你是同性恋 你会不会觉得 这又怎样 这样我们就会爽了吗 你这样做 你就会能够讨好我们这种游戏的 我们这些玩家吗 所以这就是大家的意见上不同的地方 有的人就觉得 这招没用了 何必呢 可是有的人觉得 这很好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 好 anyway 我们再看下来 Homophobia will not be tolerated 这边第一个人说的 这是一个Mod 这不是人 总之Homophobia这个字看一下 就是恐童症 OK Homophobia 看到phobia就是恐惧什么 OK 那事实上有一些喜剧演员或这些的 他们检讨过这件事 就是自己去审视过这件事 那美国人很爱用什么phobia 对不对 Homophobia是一个 或者transphobic transphobia 就是我们讲的恐变性 这样子 那他们在思考的这件事情就是 事实上不是恐 因为他们把这个词的意思 完全误解掉了 phobia是恐惧没有错 所以 但是你真的恐童吗 你没有恐啊 你是仇视人家 你不是恐 那transgender的这个phobia 也是一样 你是不喜欢变性人 你没有恐惧他们 你是排斥他们 所以其实这是hate 这不是phobia phobia是好听了 OK 好 所以只是社会上普遍来说 已经这样子用了 那就认了吧 So homophobia will not be tolerated 所以这边说的是 恐童证是不会被大家 包容容忍的 OK So if you see any Report it 所以在游戏中 你要是看到有homophobia 回报吧 这样子 OK 所以他说 那他这是一个 Reddit上的帖 我想应该是 所以这个帖呢 已经被锁住了 因为他已经整个失控掉 Got out of hand OK 好 所以这个 Get out of hand 就是整个失控掉 OK 失控了 OK 好 然后这边稍微描述一下 这游戏是干嘛 So dead by daylight is a multiplayer horror game in which a team of survivors attempt to outwit a killer either inspired by or directly pulled from slasher flicks like 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and halloween 好 所以这边 介绍一下游戏是什么 是这个多人游戏 多人的恐怖游戏 multiplayer horror game 那在这里面有一群的存活者 幸存者 试着要来用 智慧 骗过一个 就outwit 你知道wit就是智慧 所以要来用这个智取一个killer 我如果没记错 这killer也是玩家 所以总之就是玩家之间互干 这样子 那killer的能力就很大 那剩下几个比较弱小的这些玩家 就想要把几个人game up on他 或者是就用各种方式逃离他的攻击 或什么的吧 这样子 所以那这个游戏 either是被 被后面这个电影所影响 或者是直接从电影里面情节拉出来 so it's either inspired by or directly pulled from 那这个词要知道 slash or flick 这也是我学到一个新字 说真的 slash是砍杀 所以就有一种电影的genre genre这个词就是种类 我们讲文艺类的东西都是genre 像例如说书啊 游戏啦 音乐啦 都是genre 所以它就是kind 它就是type 它就是种类的意思 所以只是文艺类的东西 可以用genre这个词来说 所以这是有 这是个电影genre 就是砍杀的电影 OK 也蛮多的 像什么德州电剧杀人魔之类的 我猜也是其中一种 所以flick这个字就是电影的意思 OK 电影 所以那后面这个几个电影 我是知道的 但我有点忘记中文翻译成什么 但doesn't matter 好 所以它事实上不太需要太多的背景故事 it doesn't need much backstory to work 但在19年的时候 developer behavior interactive added the archives 在19年的时候 这个游戏的开发商 加了一个这个archives 什么叫archive 这个字也值得讲 其实archive 它被翻译成封存 OK 那这个字 其实我最原始的理解 不是电脑上的 电脑上也绝对有archive的概念 可是我讲的archive 是图书馆里的 我们这么说好了 图书馆像他们可能会有 每个月的一些各种杂志 你可以看 那今年的杂志 可能它就会放在一个一堆那边 所以你想要看一月的 现在是五月 你想看一月的还蛮好找 你想看二月的很好找 你甚至可能想看去年 也不会太难找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是2015年的杂志 它会很轻易的放在那边 让你看吗 不会 因为那已经很旧了 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 时间已经久远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封存起来 比如说打包 然后放到仓库里去 或这些的 就变成一个仓库里的 一个档案柜 纸箱子里面的一部分 或什么的 你大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我们就称那个东西 叫做archive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边 所以这个游戏就加了一个东西 叫做archive 也就是有很多封存的资料 你可以去看它的背景故事 So which expanded the game's lore with tomes 所以这个lore也是故事的意思 所以像我们讲说folklore 就是民间故事 所以lore没问题 那这个tome是什么 T-O-M-E 它是一个书 特别是一个很大本的 而且是scholarly的 学术类的 这个字叫tome 你去翻译 你就会只看到它就是书的意思 可是这个字比较 有时候在游戏蛮常看到的 就有些什么backstory 它就是一本一本的tome 这样子 好 anyway 所以有tomes that include audio stories and animation 所以这些tome就包括了有语音的 以及有动画在里面 最新的一个tome 叫做devotion feature了一个新的 David King的story 也就是刚刚那个角色 那这个David King呢 explores a deep personal connection ok and is playing out now snippets of the stories are released over time 好anyway 所以它就是有一个 这故事里有 讲到它很多个人的一些连接上 anyway 所以 它的这个背景故事的一些 小小小小的片段 所以这就是snippet这个字 snippet就是小段小段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 好 所以讲到这个 the romantic preferences of other characters have been alluded alluded to in previous tomes 所以在先前的这些tome里面 就是其他角色的一些 romantic方面的偏好 你大家看懂意思 像我的romantic方面的偏好 就是漂亮女生 然后瘦奶很大 that's my romantic preference 所以其他角色的romantic preference 就已经有被暗指过了 所以其他的tome 就有说过 这个人他跟谁约会过 什么干嘛的 所以allude的这个动词 就是 隐色暗指 ok 所以其他人的romantic preferences 已经有被allude to 在先前的tome 好比说一个charactered wife 有被提到 可以 所以表示 这个人是有老婆的 but none were made explicit 可是都没有 讲得非常明显 explicit就是很明显的 and until this new David King story one could have gathered that dead by daylights thirty survivors are all straight 你看我们这里又看到until 我们上上还是上礼拜 才讲过until 所以直到这个新的 David King的story 我们之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 推纳的 推测的 ok 所以我们以前是可以归纳 就是one could have gathered 这个one就是一个游戏玩家 一个人 一个人是可以gather 就是能够去收集这些资讯 资讯就是 dead by daylights的30个survivor 全部都是straight 直到这个新的 David King的story出来之后 所以我们就知道 David King不是straight了 让大家懂意思 这个until用的没有错 我强调过until的用法就是 他另外那个句子 或者我们讲前面那个句子是 一直持续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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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这个时间点 他就翻转 所以我们先前可以推测 所有的30个角色 都是straight 可以推测这样 可以推测这样 全部straight 全部straight until新的 David King story出来 啊 不是全部straight了 因为David King是gay了 这样大家理解 所以这until就这样子用 那事实上 事实上 先前有一个previous story aboutDavid King a former girlfriend is mentioned 所以甚至提过 他前面是有女朋友的耶 OK 哇 所以这是不是有点 篡改他的故事的概念呢 我也不知道 OK 好 然后这边就有讲了 the fact that our character roster didn't openly feature any confirmed LGBTQIA2 plus representation was something we have been determined to change 好 这里有 我们有很多说的东西要讲了 但我们先把这句看完 这个事实 OK 是一个 我们想要改变的东西 so the fact was something we have been determined to change 这个东西 是我们想要改变的东西 什么fact 就是 我们的character roster roster就名单 30个嘛 刚刚说 30个角色名单中 并没有 很开放式的 主打特征 任何确认过的 这些LGBTQIA2 plus的代表 这个东西 是一个我们 有意愿 决定要改变的东西 好 刚刚这样 大家听懂 好 所以我们的raster 没有反映出这些 LGBTQIA2 plus 我真的忍不住 要讲这里了 好 我不能说这很烦 但是这就是一个 我们需要跟着时代走的东西 否则会有的人 觉得被冒犯 没办法 但我也觉得这应该要 这就是基本的尊重 人家如果觉得 你应该要尊重他这一点 那我们就尊重吧 我在 刚开始教英文的时候 我会教我的同学们 我们有一些LGBT 有没有 LGBT就停留了很久 后来多了几个 也真的就是在 我今天看到这个部分 我才知道又多了一个2 先前我所知道的 我已经更新成了LGBTQIA 然后有一个plus 他留了一个plus 就是想要继续加下去 所以他先加了QIA这三个 那LGBT 所以L是lesbian G是gay B是bisexual 双性恋 所以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 T是transgender 就我们刚前面讲的 跨性别 改性别 Q是queer 我们中文翻译成cooler 那cooler这个 queer这个definition 我也觉得一直有在变 很久以前 queer就是gay 很久以前 queer就是男同性恋 但是后来 他就能够cover的越来越广 那他现在 我所理解了 或许我有错 但我目前理解的 他的意思是 你要是还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 可是你总觉得 你跟人家不同 那你八成就是一个queer OK 你就是个cooler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yet And you could still be confused But you know you are definitely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I guess that would define you as a queer OK 所以这是Q 那I是intersex 就是你的性别在男女中间 我们人口中 真有一些比例是这个样子 A就是asexual 就是没有性别 那plus就plus 最后这个to是什么 心加进去的 所以不止英文字母 现在开始有数字了 这个to叫做to spirited OK 也就是你 你同时有着男生 跟女生的灵魂 助你身体里 据了解 据我的后面的一些 自己做一些研究 有一些原住民的部落 他们是有这样的存在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 他们心里面 可能是不是住着祖林 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就是男女都有 在她的身体里 这样叫做to spirited 好 那这知道就好了 那就没问题了 OK 好 所以多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再多看这几个字就好了 Tacky Tacky这个字在里面 好可以 所以有一些fan Other fans 觉得这个announcement 有点点tacky 什么是tacky 俗气 另外一个词叫call你 叫老土 tacky 所以你刻意弄了一个gay脚 好俗气 而且有点像在pandering pandering就刻意讨好 你可以想讨好你的玩家 可能有些多元性别的人 你就故意生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也有人觉得 or didn't go far enough 还不够呢 你只有一个David King 是gay that's your token 你看这边来了 所以他们认为 David King was chosen at random as a token gay character 我这里就不再解释一次了 前面解释过了 token gay 好了 OK 那我们刚上面这边 先把我再看完 so some would have preferred that a new character have been introduced 所以可能有的人就觉得 那你干嘛不创新角就好了 right 那 with one argument 那 因为有这么一个论述 being that it isn't impossible to think 所以后面这件事情 你把它想成这样 不是不可能的 isn't impossible 那是有一个 负负得真的感觉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理解 不是不可能 什么理解 就David King 根本就是随便选出来 当成一个token gay角的 那就是你很sloppy了 对不对 right 因为你有一个 他本来的backstory 是用你朋友的 所以你是不是乱选 把它选成一个gay 那 那这样我们就觉得 你不够诚意了 对不对 所以下面多讲一个字 你看到这个David King he is literally a stereotypical British chaff 他真没看过chaff这个字 所以他说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英国的chaff who probably brag about his success with women in pops 所以他是一个chaff 而他大概会 吹嘘他跟女人 怎么样多成功成功 跟这种不同的女人 我昨天上了谁 昨天上了谁 brag about his success with women 在酒吧里面 ok 好 所以chaff这个字 多认识一下下 chaff就是一个 a young person in Britain of a type stereotypically known for engaging in aggressively lutish behavior especially when in groups and for wearing flashy jewelry and athletic casual clothing such as tracksuits and baseball caps like eminent lady sovereign the poster child for the white lower middle class 大概到这里 所以什么是chaff 年轻的英国人 然后呢 点心来说 或者刻板像来说 就是 就是 还蛮暴利的 ok 所以这个年轻 血气方刚的 这样子 特别是当 一群的时候 然后他们喜欢穿那种 什么是chaff suit 知道吗 就是 就是那种运动衣 爱迪达 然后旁边有那种线 有没有 ok 然后裤子也是有 两边有那种线的 然后这一整套的 我们叫那个chaff suit ok 然后带个棒球帽 然后一天到人惹事生非 这个叫做chaff 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英国小混混 大概这样也就够了 ok 所以eminent也被认为 是这样的一种形象 就是一个chaff 好了 很暴力 很怎样的 ok 我觉得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也够了 大家后面还有很多 有兴趣的自己看 我们一向也都是带到一个大概的概念就可以了 今天讲的东西蛮多的 我觉得 包括LGBTQIA2+, 多了一个2这个字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部分是 token这个字的一个有趣的用法 希望对你来说是有点帮助的 好 到这里 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